上一次的選舉 我們是新人 第一次參選 得到了這麼多選民的支持跟肯定 我是非常的感動 那當然最後結果還是輸了 表示我們還要再加強 但是我們看到從二零一二到二零一六 到二零二零 我們是可以持續地突破 所謂的傳統的板塊的 對 那就表示說 選舉其實每一場選舉都不一樣 那我們要怎麼爭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跟信賴呢 我相信大家期待的選舉風氣 我相信大家要的民主競爭 是正向的競爭 是乾淨的競爭 那這是我們上一次的堅持 我們這一次也會持續地做 當然不簡單 當然是困難 但我們不能因為一件事情困難就不去做 我知道這是選民的期待 民進黨過去幾個月 剛經歷了一場非常大的挫敗 在地方選舉 那這是我們重新爭取選民支持的時候 那要用什麼來爭取支持 我覺得大家期待的是對議題的討論 對我們城市方向的討論 這些才是大家最關心的 也才是真正能夠影響我們生活的 所以我這次選舉跟上次一樣 我們非常在乎的都是我這幾年來在基層看到的 聽到的聲音 大家在乎我們的國家安全 我們的社會任性 大家在乎我們城市的競爭力 我們下一代的競爭力 所以針對這幾個方向 我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都會持續推出非常具體的主張跟政見 那我希望透過這些主張跟政見贏得大家的支持 我知道大家不要謾罵的文化 大家不希望更多的對立 大家不希望更多的仇恨 臺灣社會面對這麼多的挑戰 安全上的挑戰 經濟發展上面的突破 我們需要找到方式團結站在一起 而不是持續的撕裂我們的社會 不過前言也不是每個人都跟你想的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你的對手王洪威 他一參選的時候 就說你的背後有黑道勢力 其實我們去爬梳你的成長環境 然後再在美國 然後再到回到臺灣 要說你跟黑道有連結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他還是提出這樣的質疑 那你覺得他提出這樣的質疑 那你又認真的回答 也有人覺得你太認真了 是不是掉下了他設定的議題呢 我覺得社會的任何質疑 儘管來自你的競爭對手 我們都要誠心的面對 好好的說明 我相信選民是看得出來的 那我沒有辦法控制 沒有辦法影響我們對手的選舉策略 我沒有辦法約束我們的對手 可是我知道選民透過我們的選票 是可以約束對手的 選民透過選票可以表達我們社會大眾 對於政治文化的競爭方式的一個期待 那被謾罵被指控被攻擊 這是我們進廚房必須承受的 不過你本人跟黑道沒有連結 這是一回事 民進黨跟黑道到底有沒有連結 這也是選民 希望能夠看到民進黨的一些改變 或是提出這個告訴大家 說服大家 我們有在變 不然的話會讓人覺得民進黨沒有改革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你對黑道這個議題的回應 也很直白 你在臉書上寫說 目前為社會所指控的民進黨內黑道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而不是法律性的問題 那因為民進黨過去是用法律性的原則 去面對他處理他 所以難免以起一些社會的批評 那對於黃成國中常委的指控 不但社會高度的關切 也演變成了對整個民進黨的不信任 黨中央必須嚴肅面對社會的質疑 儘快提出說明 並清楚表達黨的立場 其實這段話讓你有點父輩受敵 因為黨內有些同志很不滿 因為黃成國當初是挺你來選 臺北市黨部主委的 有人就覺得你背信棄義 其實如果偷懶一點 取巧一點 你直接說這個問題 交給黨中央就好了 你為什麼選擇這樣子 正面提出這樣子的 社會有任何的質疑 我們必須坦蕩蕩的來面對 來交代 那我當然臉書上面的發文 其實也寫得非常清楚了 不過我也必須提醒大家 我在去年登記參選主委的時候 我並沒有任何派系的支持 沒有派系的背景 這是也因為我沒有派系的背景 我的參選才能夠解決當時 我們民進黨臺北市黨部的一個窘境 原因是其實當時臺北市黨部的主委選舉 在一年之前 也就是二零二零年 雙方人馬的這個競爭 變得非常的負面 導致最後黨中央暫停了那場選舉 那民進黨臺北市黨部的主委這個職缺就控著 控到隔年的二零二一年 那那個時候有許多黨內的朋友們來跟我討論說 我要不要參選 因為我沒有派系的背景 是否是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人選 最後我決定參選 投入了這場選舉 投入了我們基層的黨部的執行跟運作 也學到了很多 我在臺北市黨部的這個期間 我做了一件事情 是讓我們可以 是我覺得可以改善民進黨黨員結構的一件事 也可以回答許多競爭對手 許多別的政黨在攻擊民進黨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不當勢力的影響 其實民進黨臺北市黨部總共有兩萬五千多個黨員 都是非常關心熱愛國家的好人 但是或許被幾個個別的案例 我覺得把大家都汙名化了 所以我在我擔任民進黨臺北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落實去執行我們入黨申請的規範 入黨申請的審查 確保我們以後都不會有任何所謂人頭黨員的問題 只要沒有人頭黨員的問題 後面的其他的問題都不會存在 所以我們其實花很多時間審查過去入黨的人 確保大家都有符合入黨資格 以及所有新入黨的夥伴 我們一個電話一個電話打 跟他問候 確保說這是真的人 他真的要入黨 存在 他是存在 而且他知道他有入黨 他知道申請書有進來 他不介意接到市黨部的電話 那當然在疫情期間 我們也黨工們也都非常的 其實辛苦了 一通一電話打 關心大家疫苗打了沒 這些都是市黨部該做的事情 那通過 經過這樣子的程序 其實我很有信心的 可以跟大家報告 民進黨 臺北市黨部 沒有人頭黨員的問題 因為我們確確實實地去確認 我們確確實實地去執行 我們該做的工作 那這是我在民進黨臺北市黨部的期間所做的一件事 他並沒有辦法上媒體 但是我覺得他是很重要的 必須做的基礎工作 那回到剛剛方潔您談到的 其實面對社會的質疑 民進黨黨中央的確的確應該給一個正向的回應 那清白的人還他清白 那不符合社會期待的人 那我們也要表達我們的立場 所以這個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個案的問題 我覺得他是整個民進黨黨中央應該擺出來的態度 那其實我們看到過去這一個禮拜 民進黨在立法院的黨團提出了針對選霸法的修正案 民進黨黨職參選的這個規範 其實比選霸法嚴格的多了 那既然社會現在有這個質疑 黨團的立場是 那我們也提升選霸法的標準 讓我們所有的參政人選 都符合社會的期待 一起來討論 怎麼把我們的制度做得更好 那透過這個 我看到民進黨是一個願意面對問題 面對質疑來提出 來改善制度的一個政黨 那我也很期待 過去攻擊民進黨的其他人 其他政黨 其他政治人物 自己也願意跟進 一起來討論 怎麼把制度做得更好